醫師獨門唸書新法大公開 我用編故事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朝代的話是 皇帝他就打開 他想到順子 然後他在夏天的時候 要整個像商業走開 一本書然後翻開 然後我就一直盯著他很久很久 然後他很像照相機 把他這樣照起來 然後我就被回想到 這是課本的 不死六頁的上面數來記錄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